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部分呢 其实总共大概有五点 老师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点呢 就是他作业重操一遍 这位同学他做的这个动作 作业重操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你通常在重操一遍的时候 你在心里面在想 这个文型这个例句 至少会想的三遍以上 第二个呢 情作问题集 问题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行为 他这个行为 再加分 问题集呢 会把以前到现在所有的问题放进去 而且你每次做一次 除了问题的加深之外 你还可以练习新的问题 非常棒棒 第三个 他不特别的具备单字 他不会特别具备单字 但是呢 他养成平时就有在接触新单字的习惯 比方说他常常做一些日本旅游 看看杂志 看看电视这些 而且他遇到不同 但是他就会去查询 这一点是非常棒的 所以他不特别去配单字 而且遇到一个问题 他不懂 不懂的心词 他就会去查询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刚才展示的 第四个 他在旅游或者是他学习上面 他也说他有不同的地方 他就会去问 所以是非常棒 那以前老师也是学日文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问题呢 老师告诉我一定要问 绝对不要带着问题回家 也不要带着问题学习 因为这样子会妨碍你的前进 最后一个熟练基础文型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基础是所有一切的根本 如果你N5N4的基础真的没有打好 你真的后面N3N2 你念的再怎么好 70亿 你有时候你想讲你都讲不出来 你想写你也写不好 好 综合以上五点就是 这位罗同学 乐器打怪 直接跳过N5N4 直接考N3 闯光成功的经验台 希望对大家可以有所帮助 也希望大家考试准备顺利 学习顺利 OK 开心快乐学习 橘子文语 谢谢大家 拜拜